第三个问题 有做人留的 试诵地藏经和哪一部经为好 试诵多少遍和多长时间 情法司开始 堕胎的 这个问题严重 这个堕胎 是给人家借了非常深重的冤仇 这一个神识来投胎 他给你过去生中有缘分 这佛在经上讲的 四种缘才到你家里来投胎 这四种缘是报恩的 报怨的 讨债的 还债的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 他不会到你家来的 那么你想想看 如果是报恩来的 你堕胎把他杀了 恩变成仇了 下一次再来 他是来报仇了 他就不是报恩的 如果是报怨而来的 你杀了他 那仇恨上再加仇恨 这怎么得了 所以这一段事情 非常非常可怕 越想越恐怖 为什么今天社会这么动乱 现在人祸这么多 这是一个主要因素 众生共业所造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为了要解除这个 渊愁 你念地藏经 念经干经 念无量寿经 多好 给他回想 诚心诚意的念 希望能化解 要念多少步呢 那就是你自己决定 你觉得念多少步 才能化解这个愿愁 我们一般想着 总是一千步到三千步 看人家答应不答应 人家不答应还是没办法 随着看对方答不答应 但是我们想到的是 能够到一千步到三千步 这个愿情应该是可以化解 诚心诚意念 如果一天念一步 三千步 差不多要十年了 一天念三步 三千步 大概一年可以完成 也要三年 差不多三年可以完成 这个事情 我们要好好的去想想 好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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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